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热血科学家的 闲话家常 本节目由国科会赞助播出 感谢国科会 我是东海大学英文物理系 施琦琳人称蜻蜓老师 我是中原大学物理系的 许晶琳人称Zell老师 我是中原大学物理系的 高崇文人称阿文 今天又是大家所期待的 这个量子英雄传说之番外篇 七地大系列 是日本旅游美食之旅 专辑 跟物理结合的旅游美食 这是独一无二的吧 对不对 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大特色 这边 大家到了这个 快到夏天了 可能旅游的机会大增 去日本旅游的时候 可以参考一下 既有学术细袭 又可以享受旅游景点跟美食的 大概就是从我们这一个节目 可以得到里面 对对对对 那说到在这个我们播出的时候应该 我猜啦 应该是夏天 搞不好就刚好在暑假的时候 那夏天要去日本 这个我们有一个大推荐的地区 就是东北地区 来先来讲 我们七地大前面已经介绍过东京了嘛 对 东京大学都会去的嘛 开什么玩笑 对不对 京都大学 京都也是大家都要去的嘛 搞不好去的都有点腻了 对两个大两个都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基点 而且你讲七地大一定是东京京都开始 这个也没话说啦 好来继续啊 继续 那我们今天刚才已经讲到了嘛 哪里 就东北大学 对啊 就是在先台 东北那么大 你一下子又讲之后才要讲 东北那么大 到底在东北的哪里 对所以他不是像东京是一个都市 京都是一个都市 他东北就得讲整个区域 是的 代表 对 就是东北大学在先台 是 那先台当然最有名的就是牛蛇 毛豆 哎呀 一开头就齐全大家了 所以我们七地大系列 就是推荐大家 如果东京去腻了 京都去腻了 可以来一下先台 OK 然后感受一下 这个是东北帝国大学 以及在地的美食 这个牛蛇 东北大学 就是东北帝到后来改成东北大学 他校地呢 有一部分就是在这个市中心 清夜通 我去那边开过会 就觉得哇 这名字好特别 这条路叫清夜通 因为那个伊达正宗的城池 就叫清夜城 对 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城池就在市中心 伊达正宗是那个独演的 独演的那个吧 对不对 在日文里头 现在还有一些 就是从那时候流传下来 就是因为伊达正宗 比如说什么 什么伊达眼镜 好像就是单眼眼镜的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伊达 也是就是很帅气的 这个名词的代表 好像在日文里头形容词 就是这个 他曾经就有一次就是阅兵嘛 在封城秀席面前阅兵 然后他就故意 打扮得非常的豪华 然后因为东北 就是当时他的领地产杀金嘛 搞得这个就是金官闪闪 所以就是以这个风格 这个强烈 就是新潮而闻名 好 不过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 东北地大呢 其实好像刚好是倒过 对吧 东北地大的精神呢 其实他从立校的时候呢 就提出研究第一 门户开放 尊重实学 实就是实际的实 学问的学 所以呢 他就是做了一些 非常实际的一些 就是不走花 花俏路线 哎呀 到底真爱 到底真爱 OK 所以刚好跟 郑中公啊 是就是反倒而行 好 那这个东北大学 他是这样子 他本来1906年的时候呢 就说好啊 这个因为杂谎农学院 已经成立很久了 要给他 杂谎 杂谎是在北海道 那但是呢 这个事情一讲出来啊 哇这个东北地方就反弹了 他说为什么 北海道先 我们要比较晚 所以这个是有点心结咯 这个东北那边 最后来呢 这个1907年的时候 明治天皇说 啊不然这样啦 不然这样 我们就在先台 先成立东北帝国大学 然后呢 你那个杂谎农学院 就拼在一起 然后就一起成立啦 哎 所以杂谎农学院 那时候是跟 东北帝国大学在一次 所以后来啊 这个东北海道帝国大学啊 他是后来才分出来的啦 之前他就是反正都在 东边北边嘛 就是明治天皇 想说那么远的地方 我也搞不清楚 没有啦 事实上当时 其实日本财力上 也有点困难 因为刚好是日路战争结束 然后虽然打了肾脏 但是呢 没有从俄罗斯身上 拿到一毛钱嘛 搞到这个和谈回来 这个合约纤维回来 就发生这个日比谷 骚打事件嘛 嗯 好 那我再看那个 黄金神威的漫画 它那个故事就是 刚打完这个日路战争 没多久 他在里面就有提到 就说 虽然我们打赢了 但是其实 我们也没有那个 那个底气 去跟那个路西亚在谈判 拿更好的条件 因为如果说 到时候谈判桌上 大家翻桌 再打一档 不好就会输了 就说这个日本 毕竟是比较新兴的国家 那个咖底的咖 没有那么厚实 再打下去的话 大概就 其实也打不下去 所以是 其实是有点 见好就收 不得不承认 这些军人跟政治 日本的当时在 明治时期的 真军人跟政治家 见好就收 是很困难的 大家知道 赌博为什么会输钱 十赌九输 就是没有见好就收 就是因为你赢的时候 你都忘记 你会输嘛 所以你看嘛 他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犯了这个错 没错 就是见好不收 那终于就 输光光 不过第二次 他们也收不了了 那时候真的是 吵吹下去了 我们扯太远了吧 随时频道 我们还是要带着 轻松的气氛 没错 所以这是两边安抚 对不对 你北海道那边 跟东北那边 就合在一起 直接就在 设在仙台了 对不对 那他是农学院 变过来的 可是他好像一开始 没有他是这个 一开始 当然就是说 因为仙台那边的话 就是要整地干嘛的 所以他这1911年的时候 第一任校长才起来 才正式就任开训 1911年 这个是不是民国 就是开关 这个就是辛亥革命的那一年 是民国前一年 明治最后一年 明治最后一年 OK OK 大政元年就是这一个 大政元年就是1912年 好 所以大政的年号 刚好跟民国一样 但是其实大政元年 他并不是1912年的1月1号 他好像是1912年的7月 明治天王过世 好 顺便告诉各位一个斗姿势 日本的改元 他是不会育年改元 他当年就改元 所以呢 所以叠在一起 对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 昭和元年有几天 你就跟他讲七天 因为昭和元年就是大政第十 十四还是十五年 忘记了 OK 然后呢 因为这个大政天王 12月25 Christmas的时候挂了 所以就只有七天 所以那一年 马上就要 新天王上来 就要换年号改元 所以昭和元年只有七天 更神奇的是昭和最后一年 昭和六十四年 也只有七天 因为昭和天王 1月7号挂掉了 所以昭和最前一年 一个挂前面 一个挂后面 怎么听起来 就是冥冥之中 大家就是要把昭和 弄得越长越好 对啊 所以他其实 那多了那十四天 他就多了两年 实际上是 六十二年 加十四天 没错 但我们都是昭和世代的嘛 对啊 对啊 换车员了 所以那时候 成立的细所是什么 其实 有物理数学 化学都有嘛 对 一开始就是该有的都有 对啊 该有的都有 这个阿文显然 已经忘记他写了什么 没有 我重点只是引出 就是有物理嘛 我怎么今天聊他 就是有物理嘛 那个文学院是比较后来的 1922年才设文学院 OK OK 对嘛 像我们东台大学 也是一设立就有物理系 对啊 就是要讲这个梗嘛 我们中原大学 是一开始就有物理系嘛 物理就是 你在设大学的时候 一开始就要设才合理嘛 我只能讲这件事情嘛 对啊 教育比较厉害嘛 有啦 招生不好的时候 还不是一样 磨刀磨磨 也没再给我们客气 我们现在就是要 特别强调 有多厉害 招生才会好啊 他会想说你竟然这么厉害 我就不帮你 千万不要 好来来来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来看了 这个东北大学 其实就有些特点啊 比如说呢 其实东京大学跟京都大学 都啊 比较摆价值 他不让人家去旁听的 开玩笑 你要这个是精英中的精英才能 当地大生 这么随便让你听 那你万一你会了 我们吃什么 对不对 所以很小气啊 不给旁听的 人家东北地大不会啊 这叫做门户开放 事实上他也比较 发言外国学生 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外国人 一开始去日本留学 很东北地大的比例就很高 你讲的是比较早期 还是到现在都还是这样 比较早期的 比较早期的 因为我想现在 现在没差了嘛 现在东大跟京大 应该也是都会很坏 但是过去那可就未必了 你如果不是正当的 这不是正当 就是名门 名门的这个高等学校出来的 你基本上不太容易进得去 而且他这个门户开放 这个理念还包含了 有收女学生 对 这那当年应该是很少见的吧 这个是很稀奇的事情 因为其实日本的女性的地位 一直都在过去 一直都是被打压的 因为这是在1913年左右的事情 我那还很早啊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就不可思议了 所以这个东北地大呢 就有这种比较实际 但是呢 比较跟一般的人民呢 比较不会有这种隔阂的感觉 不会那种精英感 相对来讲 精英感比较薄弱 但是不代表他们做的东西不高明 事实上研究第一啊 对啊 这个我们等一下介绍 一般来讲 大家对大学校长的印象就是 很官僚嘛 等一下 说不定你们校长有在听我们节目 这个话题太危险了 来 说起来东北大学这一个大学 我有点亲近感的原因 并不是我有去过 而是这个名字 因为东北大学 其实我太太当年留学 是美国的东北大学 她的说起来就是东北大 因为你叫东大也不对 北大也不对 东大是东京大学 北大是北大大学 我想讲这是很容易出现的名字嘛 一个国家的东北 就有大学就叫东北大学 这个就很容易搞混 像美国有东北大学 美国也有西北大学 对不对 可是南边的好像有吗 有东南大学 我还真的不知道 我还真的不知道 所以美国有个东北大学 日本也有一个东北大学 对 但是这是东北地道 就好像我们台湾有个东海大学 日本也有个东海大学 台湾有个中央大学 日本也有个中央大学 那这个台湾有个中原大学 美国有个普渡大学 中原普渡 这是一定要讲的梗 好 来那这个东北大学 其实在这个战后改制之前 有历任七任总长 其中你就可以找到两任总长 是相当杰出的 这边要是没听过前面的 我这边要讲一下 就他们的总长就是校长 我们以前有开过玩笑 这总长听起来 简直像暴走足总长的头目 对啊 但是 不过我记得 好像有些学校 它是写 它是用学长 是 他们文部省正式的称呼 是学长 所以他们发 这边也不要误解 学长我们中文也有学长 他们学长的意思 指的就是校长 而且还是文部省 他们部班的正式title 正式的title是学长 但是呢 这个东大跟金大呢 这些老牌的地国大学 就没得给他信到 一样就是行文都是写总长 我开始玩玩笑 我地位比你文部省 还高 所以他们许多种应该是这样 那但是我们来看 就从这个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这两位总长呢 我觉得比文部省的高 只是刚好而已啊 对 因为一个呢 是发现了一个新元素 可惜没有被承认 另外一个呢 是发现全世界最强的磁铁 根本就是现代万磁王 哎呀 哇 终于可以玩这个梗了 听起来超厉害的 对啊 居然是 阿文玩这个梗 不是我们两个 没错 要不然每次你们在那边 你们在讲这些宅用议题的时候 我就是旁边那 不过这个万磁王 这个名词阿文 应该也是整天听我们在那边 对啊 是听我们讲才知道的 好一个一个来 差一点点发现了新元素 还是应该就有发现新元素的 就是他发现了 然后他公布了 可是大家都没有办法 reproduce 他的结果 然后呢 他推测的原子序是错的 那所以当然 可惜了 那后来这个元素被别人发现了 哎呀 可惜了 可惜了 所以他真的有发现 但他的解释错误了 怎么知道他有发现呢 这是后来一样也是东北大学的一个教授 叫吉原贤二 那他就觉得这个事情觉得稀有稀巧 因为他 他大概知道 我们知道日本人做事非常 尤其是这种明治时代的日本教授 应该非常严谨的 不会有错误吧 所以他的留下来的sample呢 他后来发现他的遗物里面 他那个sample有去做X光烙色 没有 你现在又从他的后面的事情开始讲 请你我们照顺序好不好 就是说这个元素是怎么发现的 怎么弄错 然后后面又被怎么确认的 请你按照这个顺序来讲 他是用化学提炼的方式 用各种化学 所以这个他是谁 他是小川 小川正小 对 我来发现 好像阿文完全跳过了这个校长的名字 完全忘记他忘记提他的名字 他是小川正孝 Ogawa后面不会发 Ogawa是小川嘛 应该是Masataka吧 大概是 这个查一下日本 或是很正常的 正是Masa Masa最常见的 正确的正嘛 孝是孝顺的孝 对那应该是 那他是武士出身 他其实很有趣 他出身的是四国 四国爱原县 哇 四国跑到东北去 对啊 好远哦 对啊 我的直觉也是好远 他是松山翻的啦 那这个松山翻 我当时是在查资料 马上脑中浮现 诶 正刚子龟 跟这个秋山真枝 就是板山之云的主角 也是这个翻的 好 我只知道 爱原的蜜干很有名 这个可能比较实在 对 大家看到 在日本看到 那个纸箱子 都是爱原蜜干 蜜干 爱原常常被人家 误认是艾滋啊 听说那个 他就是好像 在差很远 艾滋是名古物 对 但是就是打字的时候 据说他毕业金额车 被人家打错了 哦 因为字都有一个爱字 对 爱原比较少 爱原来 爱原县来的比较少 然后呢 他是拿 凡主提供的奖学心 才能去留学 去东京念书的啦 那个郑刚子归 跟那个秋山真枝也是 他们都是靠着 凡主的这个钱啊 好 所以小川政校 就是拿了凡主的钱 对 然后就去东大 东大 对 然后他有念完 这个其实不容易嘛 很多人大概就算 念完预科 不一定上东大 念了东大 不一定念完 他念完了 他本来要去念研究所 后来就跑去当老师了 我在想可能 因为他家里 家境也是有点困难啦 但是后来呢 他娶了老婆 以后有一天啊 有一年啊 他就突然发痕了 他就把在学校里的教旨辞了 等一下 这跟娶了老婆有关系吗 为什么 娶了老婆以后 忽然有一天 他就忽然发痕 这个 逻辑连不及 忽然 对 可能会觉得说 不连续 可能是希望这个 这个自己能够 这个阳明立万 所以 这个阿文的叙述 就完全就像是个电视剧 对 娶了太太以后 居然 我要奋发图强 大家请用想象力 对 要让这个老婆 享受一下 这种 我出人头地的风华 一致时期 文明开化 这个大家想要往上爬 所以他那个时候 他也是有经过 那个木末的那一段 没有 他大概是 庆应元年出生的 所以他三岁的时候 就已经明治维新了 所以他没有经过 但是那个维新闻 那个樊主 这个东西 有一段有经过 所以那个旧樊主的 这个有一个 拿旧樊主的钱 这个 那时候是还没有完全 把那个樊 废掉 废凡自 四年 他七岁的时候 就废掉了 但是当然就是 这个过去 应该是说 那时候可能 已经不能算是 身份已经不是樊主了 但是那个 以前的樊主 行以海败 但是还是家大业大 有钱人可以 那是九松家 去 资助他去 留学这样 我想以他的时代 应该是 已经没有所谓的樊主 这样 对 虽然没有樊主 可是你如果去看 板上之云的话 你会发现 像那个秋山正知的 哥哥秋山浩谷 本来要去德国留学 结果呢 去法国 因为前樊主的公司 要去法学 法国留学 叫他要陪他去 当书生 对 那他不能说不 你看嘛 陪公子念书的概念 因为那不是樊主出面 是樊主的前家老 樊主的前家老出面 所以虽然 虽然已经不是 一国一城之君了 但是这个地位 还是非常高的 人情义理 这个我们讲 日本社会人情义理 好 我们会再讲 这个小川立志记 现在演到哪里 演到 太太觉得我要出人头地 那后来他就是 发狠把教职辞了 去了哪里 去了当时 帝国大学的 理科大学的化学科当助手 然后呢 后来呢 这个隔年没有多久吧 哎呀 好像是做 哎呦 没有 不记得 可能做了几年之后 他终于成为第一高等学校的教授 嗯 很厉害啊 对 然后后来呢 更厉害的是 他就出国留学了 所以就 有没有说 娘子啊 我终于出人头地了 对啊 他娶的也是一个武士的女 对 这都查得到的 对啊 所以这个 其实是蛮厉害的 你可以看出一个人才 发狠词的教职 然后努力个几年 不过 日本所谓的助手 这个其实通常就是 你要往上爬 一定要经过的阶段 而且要不知心 不知心 对对 然后没过几年就变教授 而且还去留学了 可见真的是一个人才 然后呢 他留学的时候去英国 去那个伦敦大学的 阿姆齐实验室 也是拿过诺贝尔奖的 就是跟那个拉里男爵 一起拿诺贝尔奖 不过拉里是物理奖 他拿化学奖 瑞利男爵 对 而且你都讲瑞利 怎么突然变拉皮 拉里 就是那个拉里 瑞利男爵 对 对啊 顺便讲一下 拉里男爵不信拉里 他姓斯都王 有有有 这个之前我们的节目有讲过 对 但是应该还是有听众 没有听过这一段 对 赶快回去听 是 好 那他这个 他那个老 这个拉姆齐 拉姆齐呢 就是以发现 顿气而闻名 所以他们就是 很热衷在发现新元素 那小川政校当然 他当时在那边 是研究一个 一种矿石 叫托瑞石 要找土 土的这个元素的 所以在那个年代 其实就是周旗表 上面控位还很多 对 还有机会 很多机会 对对对 特别是放射性元素 那他回来就要找 那他们当时呢 他就认为他 发现了一个原子量 约为100的 43号元素 他估计的 那都是化学的方法 估计原子量 各种东西 然后去估算 然后他那时候 就觉得他发现了 然后呢 有给他命名嘛 对不对 命名叫做 你碰你 你拼你 你碰你 这个没事 这个命名 应该是 就是想要变成日本 发音吧 对因为我们 这个阿宅 这个阿文 是不是又插不上话了 阿宅最喜欢讲的 就是说 这个命名啊 这个新元素啊 这跟动漫画里头的 更常是有密切相关联的 包括我们小时候 看了无敌铁金刚 无敌铁金刚 为什么叫无敌铁金刚 就是因为 这个发明 发现了一个新元素 叫什么 Japanium Japanium 然后从那边 可以制造出这个超合金 哎呀 然后这无敌铁金 怎么这么厉害嘛 然后这个时代背景 就是 你看在那个大发现时代 你真的就是 光耀国家的荣誉嘛 对不对 你自己的国家 当作元素名字 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等一下讲到 另外一位也是这样子 所以世界上没有Japanium 对 其实是没有的 在动漫画里头才有的 可是真实世界上面 你看日本科学家 就是希望 真的发现一个新元素 Neponia 叫做Neponia 对不对 好 可惜怎么样 那因为他这个实验 没有人复制啊 然后所以后来 当然就不了了之了 因为其实在那个时代 也常常大家号称 就宣称说 发现什么元素 最后就算了 因为你要国际承认才行 对 但是后来呢 一样是东北大学 有一个吉原贤恶教授 他是觉得他这个老师啊 应该不会搞乌龙 这个元素应该是 真的是新元素 那他呢 当时他是在1908年的时候 宣布的 那时候还没有X光烙社嘛 但是后来有了X光烙社的时候呢 事实上小川政校曾经说过 如果用X光烙社 说不定就可以很快的就知道 他发现的东西是不是新元素 但他并不知道呢 小川政校在过世之前 去做了把这个样品 去拿去做X光的烙社 当时X光烙社还是很新进的技术嘛 那他拿去东京跟京都去做 然后呢 事实上那个 那个还是写真版 那个不是照片 那个时代是银版嘛 他当这个极元嫌恶 从他遗物里面发现了 这个写真版以后 对照一看 啊 这真的是新元素 但是不是43号元素 是75号元素 哇 这也差太圆了 对 因为他整个化学的方法 不算错误嘛 但无论如何是真的新元素 那很可惜 这个人家已经先发现了嘛 那这个他当然就没有办法挂名 但是呢 这个发现新元素这个 他后来这个东西 好像在VBC有做成一个节目 所以后来这个你说是75号是不是 对75号叫来 就是金字旁 然后在一个来去的来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我就给他叫来 反正金字旁的 有边面边 对对对 好 那所以 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啦 这个校长 而且他当校长的时候 当校长还这么热心研究 他在校长室旁边开实验室啊 后来他校长当完之后 没有多久1930年的时候呢 他就在教 这实验室就倒下去了 暂时在沙场上的英雄啊 哎呀 这一个 真的是很佩服吧 这一个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我们那个实验室 我的老师是新来的老师 他接收那个实验室 我就在那个实验室做事 然后他就讲到 他为什么接收这个实验室 他是新来的老师 就是前任过世了 前任过世在哪里呢 地点就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头 这个时候就这个鬼屋了 这个马格果师啊 大家就会开玩笑说 搞不好你半夜做实验 就会有人来过你帮你啊 施工来帮你 不过在那里是鞠躬尽瘁 真的是 但是这个时候 明治时期的科学家 尤其这种武士出身的那种 拼近真的是很惊人 而且就是说 他其实虽然说是要扬名例外 可是他其实也不是单纯为了自己 而是觉得说 自己是贡献在人类伟大的事业 这一点是 我觉得是很纯粹的 反正就是那时候 刚明治维新美国多久 这个要文明开化 要跟上这个西方的列强 所以可惜了 差一点点 不过真的就是一个 非常热心于研究的 很成功的校长 小川政校 好 那后来又有一个 其实后来可能 这个工业比他更伟大 因为他被发现 而不但是发明了 而且他发明还被选入 日本十大发明家 这个我们又要介绍另外一位人物吗 也就是东北大学 也是成功的科学家的校长就对了 总长 也是总长的事实 第六任的总长 东北制霸的总长 那他叫做本多光太郎 哎呦 光太郎 本多是本多就是输本的本 本钱很多 输很多的意思 输很多 输很多本多输本很多 不过本多也是蛮常见的信 这光太郎就比较罕见了 因为这名字太帅 光就是发光的光 发光的光 有点中二气 坦白讲 如果你真的去 你真的去Google光太郎 第一个蹦出来的是 假面骑士 不太苦 南光太郎 南光太郎 你看阿宅都知道 光太郎这个名字太帅了 真的很不像真人会取的 偏偏就真有这个 真的啊 那他是这个可能不是 大概是少数不是武士出身的科学家 我查不出来 那郡说在念书的时候很两观啊 他的年代大概是什么时候 他是这一个明治三年出生在 这次是艾滋县 艾滋县 对刚好是上一个艾元 下一个艾滋 三河国 三河国就是艾滋县没错 对艾滋县 三河不静刚 三河应该是静刚吧 对对是三河国 没有啊 三河国艾滋县碧海峻池作丁 所以还是艾滋 还是艾滋 这很巧合都是跟这个 刚还是艾元 现在是艾滋就对了 跟艾这个字都有关的 这个要check一下 三河国当然我们一般认为就是静刚县 但是其实古代的立治国跟后来的这个县 可能没有完全一致 好那他这个是一样啊 第一高等学校啊 东京地大理科大学物理学科啊 然后他跟长安拜耐郎一起研究过辞学的 好我刚wiki了一下的确是艾滋 的确是艾滋没有错 哦哦哦 那静刚那个应该是俊河 对对对对三河国是对对对 三河国是对了 因为明古那边也是艾滋县啊 对对 所以就是伟章三河 对对对 伟章跟三河是靠在一起的嘛 可是伟章应该是比较是其父那一边的吧 对不对 其父是美龙 反正今天我以前背过66国立治国的 跟你讲我们的旅游美食之旅 就是各个地方都要去一下 不过我们万一抱错地方 让大家都跑错了就不好了 那这个本多光泰啦 这样看起来就是很顺遂嘛 其实他连小时候听说成绩是很差 他长得又很魁梧 所以就形成了类似既安的印象 胖吴 你讲既安 他有一个错话 被人家称为是成年都拖着鼻涕的小鬼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被这样称 我们鼻子不好 可能鼻子不好 那他后来又留学 然后到德国留学 是跟随当时这个野精学家 又是一个古斯塔夫 古斯塔夫塔曼 那这个只有德文危机才查得到 我本来要去查说他到底跟了谁 英文的没有 日文的没有 中文的没有 哇 就查到后来德文的才出现 可见真的是不是很出名 但是呢 野精学 这个就有趣了 对对对 我们之前有讲过嘛 他们这时候去留学 都要这个讲究实用的 不是去外面拿学位的 学位不重要 学位东西才重要 这种精神我就觉得很纯粹 这个材料的重要 这个真的是 就是如果你去看 尤其特别是过去的 二次大战的战时的时候 你说野精是太重要了啊 因为整个工业化 强烈的工业 工业化就关系到国力 那你要工业化 那个材料 你一定要做得出来嘛 做不出来 别的都不用 那你可以看到 他最早出来 做出来的材料呢 就是所谓的KS钢 那KS钢 其实就是磁铁 听到什么钢 大家的直觉就是 哇 这个是武士的精神 要做出什么武士道 武士道的钢吗 其实不是嘛 其实不是 他是磁铁 那当时的磁铁 当然是加了乌的铁 做成了磁钢 但是呢 当时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他后来1911 他留学回去的时候 成为东北大学的教授 那时候是1912年嘛 没多久就战争爆发了 战争爆发以后呢 军方就来找他说 哎 这磁铁 因为现在战争啊 所以都没有办法进口 你能不能自己想办法发明一个 然后他就投下很多的精神 去发明了这个新型的KS钢 好 比乌钢还厉害 哎 他的这个磁型 重大的伤害 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其实是一种合金 他的成分呢 有菇 有乌 有这个念 个还是弱 还有碳 那主要是铁啦 中文就是说铁 掺杂一些 其他的金属 大家知道 这个磁性 这个其实我们最近也在聊 磁性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难的 也非常复杂的 就是说这个磁的蓝油就已经够复杂了 然后变成材料以后 磁铁为什么是有磁性 跟你头的这个什么磁绸啊 这个结晶的金像都有关系的 所以其实学问是很大的 对对对 那而且你都是我们现在晓得了吗 就是混各式各样的东西嘛 对不对 要混进去嘛 混进去以后你这个东西 把它磁化以后还要保持 意思说他如果里头的这个小磁举 就是我们的磁性的来源 是来自于这些原子里头的电子的自旋 他等于是有一个磁举 然后这些磁举要是不容易转 他就不容易磁化 可是你转了以后又转回来 他太容易回来 太容易回来 对 那你就磁性就不能维持 就很容易消失 所以这是一个两难 对 你要把它磁化 然后他又要保持这个状态 不能够回来 就要变成一个不可逆的 这个是个大学问 对 所以这个就是材料科学了 这个就是一般来讲 物理系我们学的也就是皮毛了 那但是呢 他这个冶金学啊 那但是呢 以前日本在做冶金 只有就是一些工匠 没有变成学问嘛 那其实一开始冶金也的确是一种工匠 那变成学问是近代的事情嘛 对 那特别是在理论还不完善的时候 所以呢 这一个本多光碳囊 也刚好是因为东北大学的体质 强求尊重实学 那这个后来甚至又成立了 这个特别的这个金属研究所嘛 金属材料研究所 那所以他才能在那边发展 好 这边稍微来问一下 KS钢到底为什么叫KS 这是一个好问题 因为这个如果你去看本多光太郎的话 他的头文字根本就不是KS 因为是光太郎是Kotaro嘛 对不对 那本多其实是本田 是同样的音 所以怎么样都不会KS 原来KS是金属的名字 出钱的最大 那这个金属也不是一般人 叫住左及左位 住友及左位门 位门耶 对 这老师也歌舞技那种的 还有啦 哆啦A梦 哆啦A梦 也是位门 其实他这个只是个title啦 他们那个家族从第三代以后呢 掌门人都叫做这个名字 就是习民智的嘛 我们看那个新闻 那他说歌舞技第几代传人习民 四川团十郎 对对对对对 这个好像在艺能界是最常见的 其实在日本 在很多的那个 像这个能剧也是 我们通常歌舞技比较常听说嘛 那但是像围棋啊等等 好像以前也是 古代了 那各种各样的技艺 都有这个制度 就是说 等于是最高掌门人 都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啦 那这个是第十五代的掌门人 他叫住友友存 住是住在哪里的住 友是朋友的友 所以是后来就变成 是那个住友商事的 那个住友 就是住友商事的大长 但是这个住友友存 又不是普通人 这个我不知道时间来得及 来不及 这个故事讲下去 没完没了 要克制一点点 人家最有梗的地方 他是东山天皇的 直系子孙 难怪阿文这么兴奋 阿文对于天皇辽若执掌 特别关于说 万一这个幽人亲王 没有生下男孩子 日本博怎么办 这个问题 我有今生的研究 我是真的去追过这个问题的 所以这个金主 就是跟天皇是有关系的 就是天皇的直系的子孙 他是第113代天皇 东山天皇的直系子孙 虽然没有太意外 因为刚才讲到 叫什么什么 这个东西 这个来头一定是不小 但是他其实是这样 他是这个天皇的儿子 过季给这个高等贵族家 最近不是志光之君 演的很红吗 那个藤原道长 他的儿子 后来就成为 摄政之后 他们家可以做 就是为武摄家 其中的一家叫殷师 老殷的殷 施基的师 那后来殷师家呢 就过了三代以后呢 又过季给德大士家 德大士这听起来很像连续剧啊 这名字都是一听就是 就是王公贵族啊 对然后呢 他爸爸还曾经是朗姨派的公亲 我超酷的 被井一直壁抓起来过 然后他哥哥更是有名 他哥哥就是西元寺公望 大家好像没什么 西元寺公望 他哥哥的那个他指的是谁 祝有有存 就是这个KS啊 那所以呢 这个你可以看得到 日本的明治维新 这些有钱人呢 也不是说只有爆花腹 他至少会捐钱来 做这个冶金啊 对不对 那事实上 所以啊 我们也要呼吁 我们的台湾的有钱人 赶快捐钱 支持科学研究 没错 对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本多方奈 后来当了教授以后 你想说 他就很忙了 没有 哎错 因为呢 他做出这个KS缸以后 当然哇 了不得 他把这个权力 直接都转给 助有商社 他就是当年最强的 这个磁铁的 对 那最强磁铁不是说 哎 磁铁拿来这个 家里做玩具用的磁铁 磁铁是所有重要 精密仪器 都会用到的 譬如说 我们最引以致好的 加速器 他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那块磁铁 哎是 你要有强磁场 就一定要有 我们那个年代 应该 没有什么超导磁铁 可以用 所以你这么能够用强力磁铁 是了不起 非常重要的 在光业上 对啊 比如说电动机 你也硬会用到嘛 对啊 凡是你要让东西转起来 几乎都是要磁铁 没错 好 那这个他当了校长之后呢 就在那一年 东京地大 有一个人来踢管的 那个人叫三岛德七 他做出MK缸 比他的还强 这个MK呢 就是这个发明人三岛嘛 然后呢 那个K呢 是他原先入罪前的信 叫喜柱 叫Ki Mo 什么 我要讲 Ki Ki Sumi Ki Sumi Ki Sumi 他是入罪的啦 他是农民的 所以你讲到喜柱 这个就要讲 这个是仙台有名的牛舌连锁店 真的吗 我不知道 立刻又点上我们的美食了 最重要的资讯 哎呀 就是大概一个喜柱 一个利酒 这个东西 当然比如说是仙台的 仙台通 旅游达人可能就会很不屑的说 哎呀那种 就像周家虾卷一样吧 对对对 就是那个连锁店 可是就连锁店的好处就是 他还是有个基本的品质稳定 对啊 可能不会吃到那种超级厉害的 但是至少不会踩到 我不得不讲 这个我们这个台南乡亲 一讲到周家虾卷 对大家都满脸不屑 这样子 我再因为身在这个天龙国 侨居多年 我觉得周家虾卷不错吃 没有时间去找什么吃的 哎这也是一个好选 不思维一个好选 而且现在都开到东京车站去了 所以不用到仙台 哇 这个已经都 因为这个牛蛇真的是很受欢 对 就是开的全国都是 一只牛也不过一条蛇 好 那所以呢 这个人家来踢馆了 来踢馆 这个是东京地大的 来跟东北地大踢馆一样 而且它不是物理系 它是工学部野精科 好好好 四科人 输不科人 对不对 这个以暴走卒漫画来讲就是战争啦 对对对 东北跟东京开战啦 夜幕熙谷 总长要出来证啦 没错 对呢 他在做校长的时间里面 在1934年的时候 他居然推出 新KS 这个名字实在有点好笑 我觉得慢应该要叫做 Gurato KS 真KS 叫新的那个名字太过直接了 对 这有时候慢发梗 你都觉得 我们想说 他是不是换个名字 那没有 他就新KS 所以是不是两边 两边磁铁拿出来 然后看谁吸的比较力 他的磁力 那个MK刚是KS刚的两倍 他又是MK刚的两倍 而且比MK刚还便宜 所以刚才呼应刚才奥文讲的 就是万职王的等级来了 不过我很遗憾 没有继续站下去 我的名字 辛 真 OK Grad Zero Golden 什么东西都一直叫他去 多有趣啊 对啊 可惜没有站下去 对 好 那这三岛德七跟这个本多光太郎 两个人后来都被选入 日本百大发 十大发明家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东西 这边还有一个有趣的梗 就是说本多光太郎 他因为就在研究这个东西 就是磁铁 所以他把铁 就用汉字的美学 把它拆解成 因为铁的话 你知道通常日文 它是写简体的 一个诗一个金 失去的诗 就几乎没有了 没钱了 其实不是好字 所以他写负反体的 写原来的正字的话 正几字 金 然后他上面写斋 对不对 然后底下一个王 他说铁是金王斋 灾就是乌乌哀哉的灾 大家写一下 这个哽是蛮有趣 事实上本多光太郎 是一个很有哽的男人 听说他结婚的时候 忘记去婚礼了 就大家一看 实验室 还在做实验 这一定到现在 一定会被这个 诸位女士所嫌弃 你看 跟我们上一个小川 正校 说 娶了老婆 我就要地质赚 为了 为了老婆 我要出人 励志 对 他怎么换了 这一个 就连婚礼 自己连婚礼 都忘记去 这也差太多了 不过 刚才也是这个 这个我就不知道 没有特别 因为他大概就是 很随 就是我们那种小时候 那种心不在焉 物理学家的 那个形象 完全就是符合 他就常常 他是 你要想到 我们刚才讲这个故事 他是小时候 都是胖虎型的人物 长大的 最有趣 最有趣 对不对 然后会 长大以后 还是这种 这种不激小节的感觉 还会 这个人家来踢管 我就要再做一个 把他踢回去 对不对 那个婚礼忘个去 这个还蛮一致的 不合他的形象 然后他就每天 带着一把伞 他说如果有伞的话 这万一下雨 就可以撑伞 没有下雨的话 我可以刚好 左手拿行李 右手拿伞 维持平衡的概念 或者物理学家的 这个精神 左右平衡 其实本座帮大人 后来是混得很好 做了很多什么 什么组织的 这个主席 1922年 当爱因斯坦 去这个 东京访问的时候 就有一张留下照片 就是本座帮大人 也有陪他 当时这个 可以说日本的 物理界的头人 对对 事实上他在1932年 还被提名了 诺贝尔奖 这是日本第一人 过去从来没有 不过我去查了一下 提名他的都是日本人 但是这也表示 日本人 在国际的科学界 1932年 也可以开始发出声音了 因为的确KS 刚这个后来 就在外国 就是大受欢迎 你做不出来 我做得出来 所以那时候是当时 全世界磁力最强的 所以我说他是万磁王 对对对 一点都没有弄错吧 对不对 好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今天的旅游美食之旅 讲了东北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大家去吃个牛舌 然后吃个这个毛豆馅饼 对 那还有一个是 就是毛豆可以做成 各式各样的甜点 对对对 还有一个当然也是很有名 就是秋之月嘛 哦那念秋啊 我都念笛之月 秋啦 因为它底下是秋啊 它底下是秋 哦那个超好吃的 现在我们在控制雪达 不能吃的 对对对 那里面是卡士达酱 里面是卡士达酱的 我第一次去仙台 就是不小心去买到的 然后后来 惊为天人 哎呦 怎么这么好吃 然后仙台 本来它就是 东北第一大城嘛 对对对 去不怕会无聊 对 那它也有 有名的景点就是 这个松尾芭蕉 说的日本山景 对 不过我去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刚福岛地震过了 所以很多景色没有回复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回复 但是现在有有有 有恢复 哦 那个你就要坐个 那个 要坐船 那个就是要先坐个火车 先 先实现的样子 对对 然后再去坐 那到松岛 坐到松岛海岸 对对 那以前 你坐船 它还会卖虾卫仙 喂海鸥 就是 那个海鸥很厉害 你虾卫仙 因为往空中一洒 海鸥直接接 在空中就接走了 可是现在不能为了 他说因为海鸥在那边 太多聚集在那边大便 那对于这个生态影响很大 对对对对对对 那总之大家去这个 我们东北旅游的时候 刚好也可以 缅怀一下 我们今天介绍了两位非常有个性的东北地大的总长 真的 我真的是蛮期待有这种孝子 说说就算 然后你要往松岛的那条火车 说那个先实现 坐到底叫做石卷海岸 那个在311是有受到很大的灾害 那对我们阿宅来讲 那里是一个超重要的地方 因为那里有石森张太郎纪念馆 对那个博物馆 他有被那个海啸摧毁 只是建筑没有整个被冲走 但现在已经复兴了 最重要的是 里面的这个博物馆员 都是打扮成这个改造人003的大姐姐 哇很重要耶 003就是这个人造人 Cyborg009里后的 无敌金刚009 这个话题我完全插不上去 里茂大姐姐 没错 这个大家有机会 他那整个都市都摆满了石森张太郎作品的雕像 所以是对于这个动漫阿宅来讲是非常值得一句 这个也呼应了 我们今天讲了嘛光太郎 光太郎也是这样 南光太郎 就是石森张太郎老师作品嘛 假面骑士block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旅游美食节目就到这边 今天真的好像真的有比较旅游到 好 就收听力大作战 吃个牛神 外加求之乐 没错 再搭个毛豆冰淇淋 怀念仙台 对对对 好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 再次感谢国客卫的支持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那我们还有两个YouTube的节目 一个是亮子熊 一个就是热学科学家的长话短说 欢迎各位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